作為好時光美食吃光光 大家好我是Jeky 今天來到的是苗栗的頭粉 但是影片開始之前 請幫我Facebook及YouTube 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五分這個地方 其實是在清朝的時候 才演變成漢人的族群 因為以前這天完全是原住民 那在清朝乾隆的時代的時候 漢人來到這邊開始種植開墾 所以現在我的位置就是 盧竹男的古厝群 古十年的時候 就是頭份這邊把它創造了一個工業區 這個這麼大的古厝群 就是要被猜滅 或是說不能建築新的建築物 因此後來慢慢的人口移出之後 當地的人員就是要把它保留下來 所以把古厝創新的結合一些生態 包含手作以前的榮太生活 全部在假日的時候 可以讓大家來體驗一下囉 以前的就是田鳥莊 當時教室要把它開闊這麼大的田地啊 就是包含頭份啊 兩份三份四份五份 因為當時來封土地出來 所以才會有現金的頭份啊 可頭份這名呢 其實除了參觀 當時先民所留下來 這麼大一個 五十座的三合月古厝群之外呢 還有品嘗非常特別的碧玉文青版的麵店 還有來到客家這裡 有非常不一樣的四月八的活動 四月八這個活動 其實是由閩南冷帶入的 客家中是拜大佛宮啊 就是我們的土地公 漢人呢 因為在元祥節的時候呢 舉辦了燈籠的比賽 但是沒輸沒義嘛 所以再來到了三月二十三號 媽祖生的時候 在比一次結果就是一輸一贏的情況之下 所以在四月八號的四家牟尼佛的生日呢 享受再來一次的活動 因此才有所謂的 四月八號賽媽祖的活動啦 待會我們吃完麵之後呢 我們來現場感受一下不一樣的 四月八號囉 GO 這是OFEN市裡面的麵盒腳盒 這一家呢 它是非常特別水餃都是現包的 那我們來試一下 它的韭菜 豬肉的口感呢 有的 它韭菜超香的 而且不用再醬油 一般人大家習慣水餃用醬油 可是它的醬汁 也就是有將豬肉調和一些味道 之後 它韭菜非常的香 而且豬肉有它的甜味 咬下去 肉 會有香氣 鼓勵推人 咬下去拌勵 咬下去是非常均勺 有點健康色 它油的醬汁加上去之後 拌下去 它的香味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們來試看看 有的醬汁是融入到麵之後 超級酸的 難怪可以成為它們的阻擋商品 他們的醬汁 對 料力是蠻多的 他們的醬汁是現切的 所以你可以吃到它的鮮綿味 雖然那麼不笨的話呢 酸度是夠 不會讓你覺得說 有些口感是比較重酸的 或是重鹹的 它的調度是剛剛好 而且他們現場有提供免費的鮮炒茶 可以一直去杯超讚的 它鮮炒茶配得到鮮炒 非常盛的香氣 而且有甜度非常適重 讓我們來的那種經驗 別重遷 如果我的願望有些 就是從下的經驗 紅紅的一毛清晨 最後一段 今天帶大家來到苗栗的頭份呢 除了探訪三百年歷史呢 閩南市的三合院的建築群之外呢 還有麵農家號非常好吃的麵以及水餃 大家有時間可以來到頭份這邊走走看看 還有品嘗一下美食喔 那四月八號這個活動呢 是因為疫情影響 所以我們剛好今天拍攝的時候 就可以一起來欣賞一下不一樣的演唱會啦 那明年大家有時間可以掌握一下農曆四月八號 然後來到頭份這邊來看一下不一樣的四月八號的活動囉 這位好吃光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